赛车的色彩冲击和速度感很好 乒乓球呢又是国球 它的创新和变化 往往呢不仅对时装设计非常重要 就是与人的方方面面都密不可分 好我们向大家介绍比赛的情况 他对马林的技术特长呢非常的熟悉 打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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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还有过去呢这个老一代运动员王传耀 来场上比分6比5 中国拼协主席徐阴生也特别赶到了现场来观看比赛 说呢 在中国推荒球队里边呢 他觉得最难对付的呢 还是 这场来讲 他对王立琴打呢 还是认为相对好打 漂亮 好的 7比9 现在7比10 那这时候可能会 6比4 10比1 10比7 我是凶一些还是稳一些 比分是13比12 太短 击毁 漂亮 捷克的科贝尔和德国的布尔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孔明辉 因为马林是战胜了柳成岭孔明辉 是战胜了萨姆索诺夫 和韩国选手吴尚寅 吴尚寅是战胜了王浩 克里桑是战胜了波尔 1比3 2比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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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比3 3比4 4比4 5比4 2比4 5比4 3比6 外面是打得非常稳健 现在3比6 6比5 7比6 6比8 哎呀这个球出的动作能够把球接回来 手感非常好 现在10比6 像马琳在第二局的比赛里就以11比6 取得了胜利 各位观众们现在我们在这里举行了热身赛 那么现在呢也是记着之后的最高水平的一次蜂蜂球赛 他竞争取行 漂亮 这场应该说是最全面的一动手 他的攻球比较平衡 而且球赶 首先战胜了中国台北的张志渊 然后呢又有机会和马林来争夺这个决赛 2比3 2比3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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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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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球打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很可贵 现在他比分是5比4 好的 就是他打球的时候 特别注意对方的动向 现在5比7 就是实力 他们在实力接近的时候 就是战术的运用 漂亮 5比9 现在6比9 第三局 接受孔雷辉要了一个暂停 参加近江的白俄罗斯赛姆索诺夫 其中有8个现役世界和奥运球的冠军 所以这个级别是相当高的 现在8比10 现在9比10 结果那边 把马铃铃贴 12比10 漂亮 1比0 好的 插网 现在它就等于缝斜线的时候变直线 对对方一个明显的交叉的变化 现在尝尝比较 来尝尝比分是3比5 5比3 这是第四局的比赛 漂亮 6比3 面对马铃的一面 马铃呢 现在加了一个直板横打 应该说是一面半 现在4比7 和罗马尼亚的选手克里桑的胜者 来争夺本次比赛的冠军 那本次比赛冠军的奖军 现在6比9 9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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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布林辉是一个高抛球的 站在反手位 这也是他的传统的发球 站在中间用反手位发球 面皮球 马林球这个高低 马林的关键球助理和孔零辉都是非常好的 漂亮 十一比十二 十二比十一 反了 十二比十二 很勉强 这样的马林把球打到了和正手的空档 结果马林的是两个人在争夺决赛权 混合卡球 好球 行 来把球接回去 现在一比四 好的 马林是测身反了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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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好球 鞋 好球 存量 好球 好球 先上傳 북 这也是做得非常到位 9比5 这样马林就以11比5取得了第五局比赛的胜利 从而以4比1战胜了孔灵辉 首先步入了决赛